护心福音告诉素颖陆木生的消息,看似想利用对付天药和燕灰等人,等素颖死的时候,他计谋得逞的样子,才让人幡然醒悟,原来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对付玲珑,而是想除掉素颖,彻底突破封印。 首可摘星辰的封印对于福音来说,已经没有多少力量了,唯一控制住他的,就是素颖的那层封印,因此他便直接来了一出羊毛,无法操纵轻广的身体,就控制白小生去完成自己的算计。 素颖虽然知道福音利用自己,却以为他只是想利用自己对付玲珑,直到陆木生死,素颖才明白福音真正想要的是什么,于是他在死前取出了龙心给天药,一个是为了报复天药,让他和燕灰无法相守,还有一个就是为了报复福音。 玲珑找回全部身体,福音即使冲破封印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,天药自会对付他,这样,即便素颖生死,妹妹的仇,以及相爱不能相守的恨,他都能报,所以素颖不仅武力很强,心机也很深,只是没想到却被陆木生骗了这么多年。 如果没有陆木生的事情,素颖也许会成为清广之后的玄门大宗师,以他的能力封印福音,再联合天药诛杀他,并不是难事,可是福音却先一步,制造了他们两人的仇恨。 素颖死后,他的封印之力也跟着破了,若不是有灵霄取来的龙火,福音他是早就出去为祸人间了,所以素颖到底算不算洗白呢? 在天药得到龙心的时候,燕灰就被打回到了黑气觉得安全的地方,也就是福音的石海,这里就是黑气之源,所以即便燕灰成为黑气之主,也不可能取代福音,他才是黑气真正的宿主。 天药为了救回燕灰,斩杀福音,却不明白,黑气不除,福音不死,只要燕灰体内有黑气,福音就可以一直复活,因此,天药再次牺牲自己,斩杀福音,斩灭燕灰一身黑气,并以自己全部的龙力互助燕灰,散尽功力,青丝滑发,终于完成玲珑的使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